而且现在呢才开学 高考只有两个月了 所以部分学生多少心里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一节课呢 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信心重建 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武汉二中今天阴道是671人 时道670亿人 现在呢是第二节课 在刚刚结束的第一节课 学校进行了常态防控和应急处置演练 请导播切一下我们一个小时前的画面 现在模拟的是在正常的课堂上面 一名学生突感身体不适 老师立刻停课 采取行动对学生量体温 并送到隔离观察室 如果体温还异常的话 则联系送医 而另一方面呢就立刻启动备用教室 你像我旁边这样手销之后 就进入备用教室继续上课 而原来的教室则封闭消杀 你像备用教室呢 它的座位也都是间隔摆放 保持一米二的距离 在每一层呢 一共是有八间教室 只安排了三个班 占用六间教室 而另外两个则备用 你看这样就保证了 每一个班都有一间相邻的教室备用 防止意外 那么在B班 在上班会的时候 在A班则进行正常的教学 这一节课是语文 为了保持教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每个教室 每个班的老师不便 采取奖练结合连堂教学的模式 而且在开学之前呢 学校也是对全体教师 职工一共是142名 还有所有的高三学生 进行了核酸检测 结果全为阴性 武汉二中原来是一个走读模式的学校 现在呢改为校园封闭式的管理 从早上7点20到晚上8点 学生中途不得离校 午餐和晚餐 由学校食堂统一配送 或者学生自己带餐 那么在很多同学告诉我说 其实他们都非常期待这一次开学 因为回到熟悉的校园 那种学习的氛围会更浓一些 而且如果遇到难题 可以当面向老师请教 现在距离高考只有两个月了 大家都觉得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珍贵 也会抓紧时间复习 迎接高考